基本上大概我們中心未來在AI方面的數位轉型方面 大概會分幾個區塊 第一個當然我們傳統 微軟這邊大概就扮演提供平台的角色 還有所有AI或者說數位相關的Tour的提供者 那我們會是Application 那我們會建立根據你們所提供的工具 我們去建立SARS 那我們去建立很多的Application 給我們相關的產業用 比如說扣建產業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目前我們在積極利用透過AI的一些方法 在蒐集一些產業 做一些產業能量的一些評估 以至於說我們國家 整個國家在做產業政策的一些規範部分 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平台 這樣的一個Tour 我們在整個產業政策的一個規範部分 能夠更精準 另外一個面向的一些思維 以至於我們在這兩個方向的一個開發部分 我們能夠有更好更精準的一些開發的一些成果出來 那大概就是主要是我們為什麼要積極透過跟微軟的合作 我們在數位轉型這一塊 我們能夠有更多的一些能量出來 大概是我們的想法 我們有的一個粉絲 我們 이제更 ait經濾的一支 以及質疑的一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